大家好,我今天要繼續玩三國志十四 威力加強版的《自在千里》第11集 這一集裡面我要委任關羽軍團守住陳柳 關羽軍團將要防守曹操軍從四面來進攻 我也會用機動力最快的山岳部隊來支援 將會和曹軍在陳柳展開大戰 周瑜軍團在壽村 要趁小沛城進攻關羽的時候 周瑜軍團也要拿下小沛城 在此之前我要用山岸部隊跟劉璋開戰 先繼位皇帝 在這一集裡面你就可以看到如何委任前線軍團防守和進攻 好了,廢話不多說,我現在就開始進行遊戲 在開始之前請先幫忙按讚一下 還有分享和訂閱喔 在上一集的時候我用關羽軍團打下陳柳 關羽軍團目前委任在陳柳做內陣 委任軍團的時候選擇內陣,他就只會防守而已不會進攻 委任軍團也要看你派什麼武將給他 我派張飛、趙雲、徐煌、鄧愛、關品、關心還有張包 徐昌做一下內陣,因為現在不缺資金 所以我用自動任命比較快 施政的地方現在軍師是周瑜 沒辦法因為是孫權軍,所以我給周瑜當軍師 就在支援的地方用諸葛亮的文士5倍 常常有朋友會忽略的全政策效果的作用 增加募兵量這樣選擇剛剛好 像這個地方四瀉和孫權都有全政策效果 所以泰學只要四點就可以了 成本太高了,先取消這個 因為現在資金很多 資金都多到用不完了 名品的地方把迪魯給張飛 張飛有莽中的個性 被抓到的機率比較高 給他一匹麻,不然被抓到的話多沒面子啊 先從如江出兵拿下廣陵 徐勝出還張和丁鳳,用榆陵 和劉璋開戰之前先拿下廣陵 還有三個應援 再從建業出一支部隊資源 找一個有榆陵的,張虎 張虎是張寮的兒子 張虎是張寮的兒子 因為我施政資源的地方有改成增加士氣 所以這些出征的部隊等一下士氣會感覺下降 不是下降啦,是未滿 因為施政的時候下一個回合才會生效 從壽村這裡運輸一些士兵到盧江 因為壽村的士兵已經到達上限 我把施政的地方改成提高士氣上限 這樣可以讓出征的部隊增加攻防 可以在第一時間出征的時候增加攻擊力 因為更改施政一個回合才會生效 所以已經出征的這些部隊 就會感覺士氣沒有滿 先把這些部隊移到廣陵附近 廣陵的前兩格 周瑜軍師說曹操軍要來打五關 所以等一下要專注在五關那邊 這些部隊就先移到廣陵的前面兩格 就不會被攻擊到了 應該說是三格啦 因為是在玩孫泉軍 所以軍師給周瑜 這樣才有像東武啊 不然大家看到軍師諸葛亮 還以為我是在玩劉備咧 陳柳的士兵也到達上限了 運輸一些士兵到晚程 這樣陳柳才會繼續募兵 曹操軍要來打五關 出三月部隊 選擇沒有莽撞個性的 先排好隊型 挖一個洞給他跳 五關裡面還有一個三月宰相 出五個三月部隊就已經強到不行了 這樣才可以讓我方部隊三個為一個下豪員 再把後面的三月也移過來 等一下五個為兩個 等一下五個為兩個 五個三月就強到不行了 五個三月就強到不行了 五個四關 誒誒誒誒 不會太誇張嗎 余鈴陣跑得比瘋死陣還要快 隱級的電腦作弊太明顯了哦 這個請求烏環發動攻擊的事件沒有用喔 大家不要浪費資金了 為消耗君主城池一半的資金 去發動一個沒有用的攻擊 開始之前,我有把劉備移到許昌 這裡讓劉備做內政 因為許數諸葛亮在旁邊 那個位置給劉備 看一下廣陵這邊 夏侯敦他們好像要來支援喔 直接先打成了啦 遵命 知道了 有何貴幹 請交給我吧 快來啊 先把珠環推一格,才不會被圍 先把珠環推一格,才不會被圍 對方用封死陣,移動力比較快 對方用封死陣,移動力比較快 主要還是要靠應援部隊加持啊 主要還是要靠應援部隊加持啊 請交給我吧 哇勒,珠痕被抓了 單挑,張禾對下猴敦 來啊,誰怕誰 哇,張禾還是虧散了 不過這樣也是挺划算的啦 下猴敦的士兵有一萬多 單挑一個士兵不到一千的張禾 這樣我還算是賺到捏 左邊的應援再推一格 避免被敵軍打到 破成了,破成了 喔,張虎抓到張了 盒子抓到老爸 兵奉出榆陣 張虎再出封死陣 張虎再出封死陣 走到這裡,應援部隊才加持得到 運輸士兵和軍糧到廣陵 一般來說 剛打下的層次都會比較缺軍糧 再從盧江運輸士兵跟軍糧到廣陵 移動張禾跟布置去守廣陵 布置,不知道我有沒有念錯 布置的正視力還算蠻高的 統帥好像也有七十幾喔 最好可以抓到張吧 張虎要這樣走,應援部隊才補得到 去오 roughly 5 6 4 1 1 5 到珠環,所以要先把忍屬回來,不要讓他帶回城 找一個有論客個性的俗忍一定會成功 先登庸抓到的武將,才不會被跑掉了 應援部隊可以先回城了 清除這個曹征,就算抓到曹征也不會給我用 看一下劉昌這邊,永安這邊 喔,江州的士兵有10萬喔 出三個山站部隊去引江州的士兵出來 張艷、廖、化、柯比能,三個有結役 先看看他們會不會出兵 先消耗江州的兵力 運輸士兵到永安 現在要開始跟劉昌交戰了 如果你喜歡我介紹的三國志十四威力加強版 請幫忙分享和訂閱,還有按讚一下喔 再從襄陽運輸軍糧到永安 從這裡運輸軍糧跟士兵到江陵 你有沒有發覺我都習慣把士兵跟軍糧 屯兵在靠近前線的大都市 像是如江、許昌還有江陵 大都市能夠放多一點士兵和軍糧 先把後方的士兵和軍糧運到前線 等一下也把廣林委任軍團好了 三國志十四威力加強版 最多好像可以委任八個軍團 抓到朝貞,但是他也不會給我用 我會誓此效忠 今後還請您多多指教 我定會忠心效命 被俘虜的武將在他帶回城之前要先贖回來 才不會被對方登庸了 有些武將被帶回城就直接被登庸了 如果是厭惡的武將可能就直接拖出去斬了 要快一點升大都市 要從比較低的先開發比較快 哇哇哇,劉昌軍出9萬多 我本來是要慢慢消耗江州的兵力 沒想到一次出了9萬多 這樣也好啦,不用浪費時間 先把三戰部隊後退躲起來 找時機斷糧 再出一個甘領到右邊 這樣如果斷糧沒有成功 也可以合圍 永安城裡有皇宗未嚴郭懷 就可以撐得住了 施陣的地方先強化長蛇陣 三個都用長蛇陣 這樣剛好有時 還有多的成本就先選擇開發素質上升 召喚幾個應援過來 這三個移動力比較快 因為要走山路啊 召喚幾個應援過來 這三個移動力比較快 進去 這一個強化追行證沒有用 因為強化的防禦力還是很弱 如果是強化機動力就很有用了 繼續跟外國交易 先拿幾本安息設法之書 安息設法之書吃的是智力喔 可以給周瑜、陸訓、諸葛亮 他們三個可以用 永安的木兵武將 本來是甘霖 先換人 要先把這三個山站還有甘霖 先躲好 如果斷梁沒有成功也可以攻擊後面的工程部隊 因為我看敵方的移動力沒有平均 有一些移動力很快 工程隊移動力就很慢 剛才督環被抓了要重新任命官職 再把他移到廣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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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會用到 有可能會用到 買一些軍糧 現在資金都多到用不完了 再把關鎖移到許昌 如果要支援關於軍團的時候 可能會用到 資金用不完就買軍糧 先把廣陵再設一個軍團 委任軍團去管理 選擇做內陣就好了 還有設定二的地方全部取消 做內陣就不會主動進攻了 軍團設定內陣 只會防守不會進攻 我看他們的移動力 平均差很多 這樣就算斷兩成功 敵方部隊也剩沒幾個 等一下也可以左右夾擊 先不要太靠近 秉級的如果太靠近 他們的工程隊就會撤退 好吧 召喚要進攻江州的武將來江陵 諸葛亮 徐速 龐統好了 因為從江陵出兵 士兵和軍糧會比較充足 他們後面的工程隊還沒有靠近之前 先不要打草金蛇 黃中 郭懷 魏元 可以出戰了 他們三個有結役喔 三國制是聯西的武將 兩格以內有增加攻防 三格以內可以觸發戰法 還有三格應援 還有三格應援 永安的資金也用不完 買一些軍糧好了 黃中 魏元 郭懷 已經綽綽有餘了 好起來吧 跟上 請看 我怕應援部隊會被工兵射到 所以要壓上去 劉昌軍的武將 長蛇陣 驗刑陣比較多 讓敵人的工程隊在前進 一個都別想跑 先把諸葛亮任命五官 帶兵量就會比較多 諸葛亮敘術旁捧可以編走了 用賀翼陣 賀翼陣的工程比較快 已經有和天竹果交易 有拿到了加羅裸陣術 強化了賀翼陣的移動力和工程 我用諸葛亮主要是 央州前面可能會有很多陷阱 諸葛亮的臥龍 可以解除陷阱 後面的工程隊太慢了啦 直接攻擊不要斷樑了 不多 我好像有機會 贏武 ヴィー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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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甘霖可以直接攻擊了 不用等斷兩,直接攻擊比較快 我是怕他跑掉,所以這樣移動 敵方部隊準備要撤退,但是一個都別想跑 敢跟黃衝單挑 啊,甘霖已經等好久了 還有一個法陣,跑得掉嗎 要清空敵方部隊,讓諸葛亮他們過去 還想跑,你跑得掉嗎 要移到他前面,把他堵住 應援部隊剛才是怕被驗刑震射到 現在可以前進了 只要走到他前面,他就跑不掉了 哇哇,柯比能跑過頭了 剛剛是想說,多走幾步比較保險 停在這裡,擋住他的路就可以了 交給張彥和料化來解決他 王中郭槐先回城 有打過劉璋的應該都知道 會有很多陷阱 諸葛亮的臥龍可以解除陷阱 徐速的破名也可以啦 我讓諸葛亮徐速旁統來,就是順便攻城 買一些軍糧 也要注意一下前線的軍團 如果有敵人來進攻前線軍團,軍師不會爆喔 如果有委任前線軍團的朋友要注意一下 又來俗人 給司馬懿一個面子啦 換一個以天劍好了 不換捏 不換他就算了 哈哈,還是被俘虜偷跑了 把三戰部隊移到左邊 諸葛亮他們過來就不會塞車了 衛妍也先回城 不然圍城已經沒有位置了 再打下江州就可以自稱皇帝了 再打下江州就可以自稱皇帝了 他們都要靠左邊一點,才不會擋到諸葛亮 路易陣的移動力比余林陣還要快 把這一個劍塔打掉,才不會愛手愛腳又愛眼 甘鈴打掉這個要塞,才不會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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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著不讓他開需要 情緒一切地獲得 情緒一切地獲得 我明白 那個..射塔射人又不會痛 那個..射塔射人又不會痛 我是說,沒有甚麼攻擊力 一個、兩個、三個 解除了三個陷阱 看一下什麼事件 三月重屬之後,這個也沒什麼用 就是在建安城增加一點點兵力而已 現在可以走到城池的第三格 下一個回合再圍城 復合攻城器就是賀翼鎮的攻城最快 先排好位置才不會塞成一團 沒有位置了,所以黃中衛炎郭懷不用來 你找我嗎?請交給我吧 請尊命令 有何貴幹?請交給我吧 好的!說幹就幹 尊命,怎麼了? 什麼事?知道了 是 我明白了 圈起來,打完就入城 這個江洲是大都市 不怕士兵到達上線 打劉璋沒有什麼難度啊 就是怕曹操會在那邊亂 可以自身黃 選擇國號 無,才有向東吳啊 喔!孫權這個歌劇主義不是我愛說啦 真的有夠不好用的 戰鬥三格就算了 支援兩格就需要軍師的文士五倍才有辦法加到十 問題就是可以到自立100的軍師 不一定有文士五倍啊 就算諸葛亮當軍師 最多也只能有一個項目加到十而已 我開始懷念劉備了 劉備的王道主義比較平均 前期後期都適用 曹操的霸道主義前期不好用 到了中後期就非常好用 任命官職 成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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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像 大家一定想到諸葛亮 大嘟嘟,大家一定會想到周瑜吧 先任命幾個比較重要的就好了 除了諸葛亮官與道雲 其他的高高官一定要給東武的武將 甘領徐聖珠環丁鳳 先這樣就好了 不然全部任命完可能要花十分鐘喔 再來出封死鎮 清理一下外面的殘餘部隊 再出兩個投石車 攻擊建築物可以提高統帥 所以別浪費了 等一下還會再出一個諸葛亮 我只讓他們三個統帥各加一就可以了 只是示範給不知道的朋友看一下而已 我之前有介紹過如何提升統帥和政治力 三國治十四不可不知的小技巧 沒有看過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喔 我會在下方放上連結 順便說一下 那部影片是我之前很久前介紹過的三國治十四 那時候的說話沒有現在順暢 所以也請你見諒一下 現在要親善劉璋 因為打下江州之後 劉璋只有剩下四個城池 四個城池就可以勸祥了 孫權現在是皇帝啊 勸祥的機率蠻高的 影響勸祥的要素有 雙方兵力的差距 雙方的城池差距 有好度越高越好 還有執行官的政治力 當然軍師的智力100也很重要 如果沒有智力100的軍師 來回就會浪費很多時間了 如果你想登用張刃 就用勸祥劉璋 勸祥之後當刃就是你的武將了 如果你喜歡我介紹的三國志十四威力加強版 請幫忙分享和訂閱 還有按讚一下喔 如果你想贊助我的頻道 可以用超級感謝 小兒的贊助就可以給我很大的鼓勵喔 前線的尾任軍團被進攻時 軍師不會爆喔 有尾任前線軍團就需要注意一下 不然等你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繼續跟劉璋親善 現在的資金都用不完 所以用最多資金比較節省時間 目前關於軍團的武將有 關於趙雲張飛 徐煌鄧愛 關品關心張包 先登用一些剛才抓到的武將 繼續親善劉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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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軍要來打神柳 終於要輪到關羽軍團表演了 欠勢 請確認 出征、下歐霸、關鎖、關鎮品還有龐德 欸?龐德沒有關子 啊算了啦 出下歐霸、關鎖、關鎮品就好了 剛才是想任命龐德關子 後來想想算了啦 龐德跟關羽他們又沒有聯繫 下歐霸還有輔佐的個性 喔!還有五關這邊喔 曹曹當寮 五關就交給三月武將 出五個沒有仿壯個性的 先出元帥和宰相 他們兩個各帶一萬兵擋在前面 再出三個沒有莽撞個性的 五個三月武將就強到不行了捏 關羽現在是委任軍團 我們來看一看他是什麼出兵的 我的軍團設定是座內政 座內政他就只會防守不會進攻 前線的軍團 除了軍團長 也要看你派什麼武將給他喔 如果你派二流武將 他就只是二流軍團 如果你派一流武將給他 他就是一流軍團喔 一流威啦 劉備來佔領這個點 看看能不能包圍佔領 我順便說明一下 劉備的個性脫兔 脫兔的台語發音叫做 蹬口啦 就是說他脫了褲子 跑路會跑得比較快 好了 盛輕一點 劉備的個性脫兔 只有在撤退過程中 增加30%的移動力 就是說移動的時候 的事後命令要選擇撤退 只有在撤退過程中 才會增加移動力喔 我現在是在看有沒有地方可以運輸 把襄陽的士兵運到許昌 現在許昌跟盧江就是大都市轉運戰 許昌支援關羽軍團 盧江支援周羽軍團 現在九個年冊 才會增加移動力 中火隊員 五個三約部隊就已經強到不行了喔 5個三約部隊就已經強到不行了喔 這五個都沒有莽撞個性 才不會破壞隊形 關羽可能下回合就要出兵了 江州的士兵很多 運輸一些到前線 這個有搬運的個性 先來看一下能不能勸響 軍師說很難成功 繼續親善 永安,這一個也有搬運的個性 先把士兵運到前線 我看再出五個三越部隊比較保險 不然關羽萬一沒有出兵,成流就完了 如果敵人靠近成流,可能兩個回合就破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關羽怎麼出兵 出這樣是還可以啦 跟關羽都有聯繫 還好我有出三越武將 另外一邊就交給三越 把這三個移去幫關羽關心加持 三越的移動力很快 右邊就交給三越 運輸士兵去成流 隨時補充士兵 看一下五關 五關這邊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上庸的士兵到達上線 所以要運輸一些士兵出去 啊?成流沒有出兵 跟劉璋的友好度上升了 成流的城裡應該還有關品、鄧愛、張包 還好這一邊沒有攻城器 不然一下子就破城了 這五個三越都有莽撞個性 隨便打啦 自由攻擊 五關這邊沒有什麼問題 耶!軍師說勸強沒有任何問題 來!快出城零集啦 對齁!我都把張飛忘了 哇!張包被抓了 先把俘虜要回來 要用潤克個性一定會成功 啊!這邊只剩下一個曹操 召喚諸葛亮來守五關 還有一些應援 還有一些應援 還有幾個應援到晚城 看一下小配成多少士兵 能少一點再出兵 劉璋用追行陣的時候 事後命令要選擇撤退 欸!抓到曹操捏 唉!放你回去好了啦 沒有曹操就太單調了啊 用潤克個性去要人一定會成功 來!劝響劉璋 我們的軍師已經說沒有任何問題了 可以跟桂雙果交易了 還可以跟南滿親善 當只剩下一個敵對勢力的時候 就不能夠勸響了 就是一定要滅了最後一個勢力 事件稱霸南中 更改一下施政 現在已經不需要縱橫術了 改成開發數值上升 前兩都已經多刀用不完了 還搞那麼多內政人士 再幾個去跟桂雙果交易 黃中 郭懷 魏妍 張燕 柯比能 好吧 就先這五個 先把張昭召喚過來 再委任一個後方軍團 先把劉章的主要武將任命官職 張燕是一定要的啦 還有無翼王品李延 還有一個炎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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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兩個有輔佐個性的移到白水關 先清散一下南蠻 等一下才不會被他扯後腿 先把三月移到這裏看情況 等待適當的時機在行動 就是那個... 適機而動 唉唷 看見上面有一坨朝軍喔 先觸發這個事件好了 上方的桃軍桃這裡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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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剛好有一片森林 三月適合在森林作戰 我也順便介紹一下 深戰 山戰 水戰 都是全能力加10% 那一片森林剛好可以讓三月展現實力 看一下小佩城多少士兵 7000多而已可以進攻了 終於可以換周瑜軍團展現實力了 攻略據點 小佩城 盧江支援周瑜軍團 馬上運輸士兵到壽村 周瑜出兵之後 士兵剛好可以補充 有的時候可能需要配合征法來攻城 有的時候也要注意運輸部隊 會不會把城的士兵塞滿了 如果會到達上線 就先運到別的城池 現在是要把馬中召喚到子童木兵 哪有招木的個性 我都忘記了 這個也有刀目的個性 我都忘記了 看到馬中就想起張儀 把小佩霸移到關鎖旁邊 我怕他們兩個撐不住 喔 上下左右都有敵人 周瑜還不要出兵 這個運輸部隊先不要進城 不然進城的話 士兵就不見了 把甘霖也移到壽村好了 再新設一個軍團 讓張昭當軍團長 用逆陣就好了 設定2的地方全部取消 手動運輸 其實已經打到半個天下了 這個時候可以用自動運輸了 都跟我來 請確認 請確認 感謝你 明白了 請交給我吧 請交給我吧 什麼事 知道了 請交給我吧 可以 請交給我吧 全權撤退 小心 木月 瞧我 什么 什么 不该如此 不该如此 请看 要手下留情 哦 我出发了 即刻启程 好吧 迷上我了吗 我知道了 诶 昭瑜出兵了 运输部队可以进城了 先让陆迅学习安息设法之书 武将出征最多只能带三个战法 虽然不能选择战法 但是可以让他自动优先选择 简单说就是把会排在安息设法前面的洗掉 这样他出征的时候就会带安息设法了 重点就是看你的武将是智力还是武力型的 智力高的武将去学习吃武力的战法 就可以去洗掉你不想要的战法 如果是武力高的武将 学习吃智力的战法 也可以用来洗掉你不想要的战法 前提是你要有战法书可以学习 大概都是到了中期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讨论哦 提了吗 我会追随左右 尖叫抓到 小胶抓到 請看 万分感谢 直接用主動攻擊比較快 那個運輸隊進入壽村城,士兵就會到達上線了 這裏用馬中來募兵 現在守城流不是問題了喔 大賣照 三月武將先回許昌 前面我也有派劉備包圍佔領,結果沒有成功 現在換周瑜軍團要表演了 周瑜說沒有漏兩手都忘了我的存在 接著 請確認 啊? 許昌已經到達士兵上線了 運輸一些士兵到汝南 再運輸一些士兵到城流 時隔三月武將要回許昌啊 許昌的士兵摔不下了 所以要運輸一些到其他城池 這三個好像我可以登用喔 欸? 汗水會挑老闆喔 汗水的忠誠度9.2還不能登用 人家孫禮9.5都可以登用了 誒 說好不能建設還偷偷建造 可能他們兩個集中一個的武將內心是喜歡建造的 遇到這個情況的話 先重設 先全部打過後 再全部取消 我重設了 看看還會不會偷偷建造 有的時候 如果你把設定2的建造取消 他還是跑去建造 我覺得就是那個武將的內心 建造是武 所以他會偷偷建造 我找到他 進去 看起來 我想要去洗 我看完 那天啊 我才會上場 打成不要拖拖拉拉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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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配成的士兵越來越多了 這個阿呆居然敢對周瑜放火技 這叫在周瑜面前玩火 就像在關公面前耍大刀一樣 再派幾個去跟桂雙國交易 我知道跟桂雙國交易 君主要去成都比較快 問題就是我成都想要委任軍團 懶得移動了啦 照我功成的速度 拿到阿修羅戰法 我也差不多統一天下了 欸我覺得這個他不是來送兵喔 他是來投靠的喔 哈哈 如果委任軍團去攻城的時候 當你覺得可能會打不下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真法來協助攻城 就是再出兵一次 就是像這樣 要出征的武將和兵力 會出現在最上面 但是要注意 真法只會直接去攻城 不會站點也不會攻擊部隊喔 再派幾個三月去協助周瑜工程 防止他們被斷糧 我也怕敵人可能會有援軍 即刻出征 有白色圖案的就是真法部隊 他們只會直接攻城喔 不會站點 所以很容易被斷糧喔 如果你想要單獨使用真法去攻城 最好手動再派出部隊去站點 而清除敵方部隊 攻城就交給他們 如果當你覺得情勢不對的時候 真法部隊也可以撤退喔 我覺得周瑜他們的兵力 應該就可以打下了 這裡是示範給大家看 委任軍團配合征法工程 我出的三月部隊是要對付敵方的援軍 請看 工程就交給他們 如果有援軍的話啦 如果有援軍的話啦 outcomes 這樣就可以打下小沛了 请确认 感激不尽 是 诶,敵人都没有援军哦 看来他们放弃小配了 先把3月撤退回许昌 3月回来许昌就满冰了 先把3月撤退回许昌 引输一些士兵出去 帮我少数 暗示攻击 我有事比告 理应如此 配几个武将去拿安息设法之书 用响岛个性的来回比较快 徵法部隊 被打下層齒之後 會繼續去打下一層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撤退 點一下徵法有一個總撤退 這樣就可以撤退了 你也可以用手動野戰部隊 掩護徵法部隊去攻城 這也是一個另類的玩法喔 那我就玩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介紹的三國志十四威力加強版 請幫忙分享和訂閱 還有按讚一下喔 有什麼遊戲問題 歡迎留言討論